眷布一字曼谦 渤海人也 至春秋 魏郡文学 进退必以礼 明文周郡 五帝末 郡国盗贼群起 报圣之为直指使者 衣袖衣 石府 逐捕盗贼 都客郡国 东至海 以军心诸不从命者 威震周郡 圣之素文不宜贤 至渤海 潜力情与相见 不宜贯进贤官 带雷巨剑 配还绝 包衣薄带 圣服至门上叶 门下玉石解剑 不宜曰 剑者 君子五倍 所以未申 不可解 请退 立白胜之 胜之开格言请 望见不宜容貌尊严 衣冠甚为 圣之喜驴起盈 灯堂坐定 不宜据帝约 谢府海滨 闻报公子威名就矣 今乃成言皆此 凡为利 太刚则者 太柔则废 微行师之以恩 然后树公扬明 永中天路 圣之之不宜非庸人 敬那其戒 身皆以礼意 问当事所施行 门下诸从事接周郡选利 侧听不宜 莫不惊骇 至婚夜 罢去 圣之岁表见不宜 争议公车 败为青州刺史 久之 五帝崩 昭帝即位 而其孝王孙刘刘则交捷郡国豪杰谋反 欲先杀青州刺史 不宜发掘 收补 皆扶其姑 着 为金赵尹 四千百万 金师利民敬其微信 美行线路求图还 其母折问不宜 有所平反 活己何人 即不宜多有所平反 母喜笑 为饮食言语异于他时 或王所出 母怒 为之不识 故不宜为利 言而不惭 始元五年 有一男子乘黄独车 见黄赵 依黄参于 筑黄茂 义北阙 自卫为太子 公车以文 赵氏公卿 将军 中二千旦淡杂十世 长安中立民居官者数万人 又将军勒兵阙下 已被非常 丞相 御史 中二千十志者 并莫敢发言 经兆隐部 以后道 侍从力收复 或曰 事非未可知 且安知 不宜曰 诸君何患于 为太子 惜快溃为命出奔 折据而不纳 春秋是之 为太子得罪先帝 王不及死 今来自义 此罪人也 遂诵诏遇 天子与大将军 获光闻而家之 曰 公卿大臣当用经术名于大义 由是名声重于朝廷 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 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 不宜故此 不肯当 久之 以并免 忠于家 经诗济之 后赵广汉为经兆隐 言 我尽兼止邪 行于利民 至于 朝廷事 不及不宜远慎 庭位宴至何人 尽得奸诈 本下阳人 姓成名方岁 居胡 以补事为事 有故太子涉人长从方岁补 未曰 子状茂慎四位太子 方岁心立其言 既得已富贵 极诈自称义雀 庭位改造乡理之使者张宗路等 方岁座乌往不道 要展东市 义云姓张明延年 书广自重翁 东海兰陵人也 少浩学 明春秋 家居教授 学者自远方志 征为博士 太中大夫 帝结三年 立皇太子 玄炳吉为太父 广为少父 数月 吉千玉 史大夫 广喜为太父 广兄子寿自公子 亦以贤良举为太子家令 受好礼恭敬 敏而有词 宣帝姓太子宫 受营业应对 吉至酒宴 奉商上寿 此礼贤雅 上甚欢说 请知 拜寿为少父 太子外祖父特进平恩侯许伯已为太子少 白使其地中郎将顺监护太子家 尚以问广 广队曰 太子国储父君 师有必于天下英俊 不宜独亲外家许事 且太子自有太父 少父 官属以备 金父使顺乎太子家 世漏 非所以广太子得于天下也 上善其言 以 与丞相卫相 相免官谢约 此非臣等所能及 广由事件弃重 恕受赏赐 太子美昭 殷尽见 太父在前 少父在后 父子并为师父 朝廷以为荣 再位五岁 皇太子年十二 通论语 孝经 广未受约 无闻知足不辱 知指不代 公岁身退 天知道也 今世官至二千诞 换成名利 如此不去 具有后悔 岂如父子相随出关 归老故乡 以受命中 不亦善乎 受寇投约 从大人义 即日父子拒疑病 满三月四告 广遂称 赌 上书起海骨 上以齐年赌老 皆许之 加赐黄金二十斤 皇太子赠以五十斤 公亲大夫 故人义子涉祖道 供张东都门外 送者车数百两 辞绝而去 及道路观者皆约 贤灾二代夫 或叹息为之下气 广即归乡里 日令家共聚涉酒时 请族人故旧宾客 与项于乐 数问其家金鱼上游几所 去脉以共聚 居遂于 皇子孙妾为其昆帝老人广所爱信者曰 子孙己及军食坡利产业机制 今日饮食 费且尽 宜从障人所 劝说君买田宅 老人即以 贤侠时为广言此祭 广曰 吴开老辈不念子孙灾 故自有旧田炉 令子孙秦力其中 足以共一时 与凡人其 金付增益之以为盈余 但交子孙代舵耳 贤而多才 则捐其至 于而多才 则亦其过 且夫妇者 众人之愿也 无既往以教化子孙 不欲亦其过而生怨 又此今者 圣主所以会养老臣也 故乐与乡党宗族共享其次 已尽无余日 不亦可忽 于是族人说福 皆已寿终 于定国自慢欠 东海谈人也 其父于公为献玉力 郡绝曹 绝玉平 罗 文法者于公所绝皆不恨 郡终为之生力子 昊约于公子 东海有孝父 少寡 王子 养孤甚景 孤欲嫁之 终不肯 孤为邻人曰 孝父是我勤苦 哀其王子守寡 我老 久累丁壮 奈何 其后孤自经死 孤女告吏 父杀我母 吏捕孝父 孝父慈不杀孤 吏燕志 孝父慈乌福 聚玉尚福 于公以为慈父养孤十余年 以孝文 必不杀也 太守不听 于公争之 福能得 乃抱其巨玉 哭于府上 因此急去 太守竟论杀孝父 郡终哭汉三年 后太守志 不是其顾 于公曰 孝父不荡死 前太守强断之 旧党再是乎 于是太守杀牛自继孝父种 因表其目 天力大雨 遂孰 郡终以此大敬重于公 定国少学法于父 父死 后定国亦为玉中 郡绝曹 补廷卫史 宜选于玉史忠诚 从事治凡者玉 以才高举是玉史 先玉史忠诚 惠昭帝崩 昌义王征即位 行淫乱 定国上书见 后王费 宣帝立 大将军光领上书是 调奏群臣见昌义王者皆抄迁 定国由侍卫光禄大夫 平上书是 慎见任用 数年 千水恒都位 超过亭位 定国乃吟诗学春秋 申直经 北面被弟子礼 为人连宫 由众经术是 虽悲见徒步罔国 定国皆与君礼 恩敬慎辈 学士贤称焉 其决仪平法 物在哀观寡 罪仪从清 家审慎之心 朝廷称之曰 张氏之为庭位 天下无冤民 于定国为庭位 民自已不冤 定国十九至数十不乱 冬月至请宴 饮酒亦精明 为庭位十八岁 千玉使大夫 甘露中 代黄霸为丞相 封熙平侯 三年 宣帝崩 原帝立 以定国任职旧 臣 敬仲之 时臣万年为御史大夫 与定国并位八年 论义无所福 后共与代为御史大夫 术处博弈 定国民习正式 率长丞相亦可 然尚使即位 关东连年被灾害 民流入关 言侍者归咎于大臣 尚于世数以朝日引荆成相 御史 入寿诏 调则已执事 约 恶利负贼 妄义良民 致亡孤死 或盗贼发 力不及追而反戏王家 后不敢复告 已故禁广 民多冤结 周郡不理 连上书者交于确庭 二千代选举不实 事已在位多不任职 明田有灾害 力不 啃除 收去其租 已故重困 关东流民积寒即意 以赵力转曹 须苍领开府赃相震旧 自寒者一 至春有孔不善 金丞相 御史将遇何诗已塞此旧 西义条状 臣震过诗 定国上书谢罪 永光元年 春霜下寒 日清王光 尚赴以赵条则曰 朗友从东方来者 严民父子相弃 丞相 御史暗示之利逆不言也 将从东方来者加增之也 何以错妙至事 御之其时 方金年岁未可御之也 其有水汗 其幽不细 公卿友可以防其未然 就其已然者不 各已 成对 无有所惠 定国惶恐 上书自和 归侯印 起海谷 上报约 君相振功 不敢待兴 万方之事 大陆于君 能无过者 其为圣人 方金成舟 秦之必 俗话灵仪 明寡礼意 阴阳不条 栽旧之法 不为一端而作 自圣人推类以继 不敢专也 旷于非圣者乎 日夜为思所以 未能尽名 经约 万方有罪 罪在镇宫 君虽任职 何必专焉 其勉查郡国首相群目 非其人者无令九贼民 永直刚技 悟悉聪聪明 强食甚急 定国岁称堵 故此 上乃次安车四马 黄金六十斤 大旧地 数岁 昔时于轰 世约安侯 子永寺 少时 其酒多过失 年且三时 乃折节修行 以赋认为世中中郎将 长水校尉 定国死 居丧如礼 孝行文 尤氏以列侯为散起 光禄勋 至玉史大夫 上管陶公主诗 诗者 宣帝长女 成帝孤也 贤有行 永宜选上烟 上方欲向之 惠永轰 子田四 田不孝 薄于行 使 定国父于公 其驴门坏 父老方共致之 于公未曰 少高大驴门 令荣四马高盖车 我至 欲多因得 未尝有所冤 子孙必有兴者 至定国为丞相 永为玉史大夫 封侯传世云 薛广德自长青 佩俊襄人也 以鲁诗教授楚国 公圣 设施誓焉 肖忘之为玉史大夫 除广德为蜀 术语论义 细之 见广德精行夷冲本朝 魏博士 论石渠 先见大夫 代贡语为长信少府 御史大夫 广德为人温雅有孕疾 即位三公 直言见征 实败寻日间 尚性甘全 交太实质 礼弊 音流涉猎 广德尚书曰 窃见关东困籍 人民流离 毕夏日 壮王秦之中 听证 为之乐 臣诚道之 今世足暴露 从关劳眷 愿对下级反观 私与百姓同幽乐 天下兴慎 上级日还 祈求 上昼祭宗庙 出遍门 御御楼船 广德当成渔车 免官顿守约 宜从桥 赵约 大夫官 广德约 陛下不听臣 臣自吻 以雪乌车轮 陛下不得入庙椅 上不说 先驱光路大夫张猛进约 臣闻主圣臣指 承传威 就桥安 圣主不承威 御史大夫言可听 上约 小人不当如是邪 乃从桥 后月余 以遂恶民流 与丞相定国 大司马车骑将军使高聚起海谷 皆次安车四马 黄金六十斤 罢 广德为御史大夫 凡时月免 东归佩 太守营之介上 佩乙为荣 献其安车传子孙 平当自子思 祖父以子百万 自下一喜平陵 当少为大行至里程 公自补大红卢文学 查连为顺阳长 寻义令 以明经为博士 公经建当论义通明 己事中 没有在意 当折付经术 言得失 文雅虽不能及消忘之 匡恒 人指意略同 自元帝时 为玄成为丞相 奏罢态 上皇起庙园 当上书言 陈文孔子曰 如有王者 必是而后人 三十年之间 道德何恰 治理兴乐 灾害不生 祸乱不作 今圣汉寿命而亡 忌体成业二百余年 孜孜不待 政令轻矣 人风俗为何 阴阳为调 灾害树见 义者大本有不利语 何德化修征不应之久也 祸福不虚 必有因而治者焉 移生计其道而勿修其本 西者地遥南面而治 先克胆俊德 以亲九族 而化及万国孝经约天地之姓人为贵 人之行莫大于孝 孝莫大于严妇 严妇莫大于佩天 则周公其人也 夫孝子善数人之志 周公继成文 五之夜而治作礼乐 修颜妇佩天之事 知文王不欲以子临妇 故推而续之 尚及于后继而以佩天 此圣人之德 王以家于孝也 高皇帝圣德授命 有天下 尊太上皇 尤周文 五之追王太王 王继也 此汉之始祖 后四所遗尊奉以广胜德 孝之至也 书云 正击古建功立士 可以永年 传于王穷 上纳其言 下诏赴太上皇 尽妙园 请之 始行流民幽州 举奏次十二千 时劳来有义者 严博海言 迟可且悟尽 以旧民集 所过建称 奉使者十一人 为罪 先严相思直 作法 左谦逆方刺史 赴征入围太中大夫几世中 磊谦常信少府 大红卢 光禄勋 先是 太后子子未未纯于 长白言昌陵不可成 下有思议 当以为坐至连年 可遂旧 上纪罢昌陵 以长守建中策 附下公亲一封长 当又以为长虽有善言 不应封绝之科 坐前亦不正 左谦俱路太守 后上遂封上 当以精明与共 始行和 为其都位 领和低 哀帝即位 正当为光禄大夫 朱立 散齐 复为光禄勋 御使大夫 至丞相 以冬月 四绝观内侯 明年春 上使使者照 御风当 当病毒 不应照 释迦或未当 不可强起受侯应为子孙耶 当曰 吴居大卫 以复宿参之则已 起受侯应 还卧而死 死有余罪 今不起者 所以为子孙耶 遂上书起海谷 上报曰 朕选于众 以君为相 世事日寡 辅正未久 阴阳不调 阴阳不调 东无大雪 汉气为灾 振之不得 何必君罪 君何疑而上书起海谷 规观 内侯决意 使上书令 谈刺君养牛衣 上尊九十时 君其免治医药以自持 后岳于 祖 子燕以明经历为大司徒 丰房相侯 汉兴 唯为 平父子至宰相 古轩自子佩 怀阳阳下人也 致义 是张宇 举为博士 千东平太父 予以帝师建尊信 建轩经名有威众 可认正事 姚氏入围又扶风 千庭卫 以王国人出为太元太守 数年 妇辱为大司农 光禄勋 又将军 哀帝即位 喜为左将军 遂于 上玉令丁 副处找牙关 乃策宣曰 有私述奏 严诸侯国人不得素位 将军不以点兵马 处大卫 振为将军任汉江之众 儿子又前娶淮阳王女 婚姻不绝 非国之志 使光禄大夫曼赐将军黄金五十斤 安车四马 骑上左将军应寿 以关内侯归家 宣霸数岁 建大夫报宣术建宣 会元寿元年正月术日时 报宣复言 上乃照宣为光禄大夫 千玉使大夫 转为大司空 封长平侯 会哀帝崩 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 丙正专权 宣上书言 三宫顶族成军 义族不认 则复乱美食 陈姿性浅薄 年 使老茂 束缚疾病 昏乱遗忘 怨上大司空 长平侯应寿 起海骨归乡里 四至沟壑 莽白太后 策宣约 为君士士日寡 功德未孝 迫于老茂昏乱 非所以辅国家 随海内也 使光禄熏风侧照军 骑上大司空应寿 遍旧国 莽恨宣求退 故不赐黄金 安车四马 宣居国数年 轰 誓约请侯 传子至孙 王莽拜 乃绝 赞约 卷不宜学以从政 临世不惑 遂立铭记 忠实可恕 书广 书广行止足之计 敏辱带之类 义其次也 与安国父子哀观者欲 未任职臣 薛广德宝献车之荣 平当军顿有耻 彭轩见险而止 地呼苟患失之者矣